在螢幕支援3D touch 的 iPhone 上 只要按住空白鍵 就能把螢幕變成觸控板 把光標隨意移動到想要的位置 就算不是按住空白鍵 只要按住任何一個按鍵進入第二段壓力 一樣能把螢幕變成觸控板 在更新到 iOS 12 系統之後 在沒有支援3D touch 的螢幕上 一樣按住空白鍵 就能把螢幕變成觸控板 隨意來移動光標 但是不能使用第二段壓力 只能按住空白鍵 來把螢幕變成觸控板 按住室